大家好,咱们接着上一课内容去讲 上一课讲到的一个查询流程列表 是用search方法返回流程定义的列表 咱们这几课讲的是一个发起流程 什么是发起流程呢 咱们就是说流程规则置顶是要部署流程 部署完了可以查询到这个部署流程 第三步就是我要去具体的去发起一个实例 流程实例 流程实例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有公司规定做的一个规则 请假的规则 咱们张三去发起一个请假申请 我要请三天假 这个就是流程实例的发起 流程实例的发起也有很多种方式 咱们看一下都有哪些种方式 给大家介绍几个代表性的方式 咱们就给他做一个star 咱们在helloword里边 也做了个流程实例的发起 这个里边也做了一个发起 只是给大家介绍的更详细一点 发起流程实例都是用ecclson service 咱们看一下ecclson service 第二 star star process instance 就是咱们发起流程 发起流程有几种方式 大体来看 大家看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byid 一个是byking id就是咱们上一课讲 那个从界面上查起查询到的deploy 123这就是id king就是那个具体的那个test 这就是咱们具体的deploy 这就是咱的king 咱们流程里边就有个king 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亚数文件里边 咱们会有 打开这个亚数文件 亚数文件咱们都会定义 这个亚数文件咱们没有定义 其实是可以定义一个king的 咱们第一节课 hello world里边的 的一个 gpdl是定义了一个king的 咱们这 的king是什么意思 就是是一个唯一的标识 标识是一系列流程 比如说这个 咱们去做一个请假流程 其实真正的请假流程 会有很多变化 比如说 今天一种方式 明天会有另外一种方式 或者是请假 会有相同一个请假 会请假 会有不同的一个 同时存在不同的部署id 这样会怎么办呢 咱们通用的做法就是 咱们发起流程 一般都是使用byking的方式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king咱们是一般是不变的 但是流程id 它是永远是变的 它只要部署一次 它就会不变 它就会变一次 如果byking的话 咱就会 就是说永远是拿到了最新的流程 去执行 这个是咱们想要的 这个是往往是需求里边都是这样的 我新部署了一个流程 把原来流程覆盖了 就是所有请假流程都会走最新的流程 这种需求 就是需要byking这种形式实现的 咱们就重点讲byking king就是咱们刚才 咱们去流程定义里边 咱们看一下 咱们先做一个流程吧 咱们还叫它 stop 开始几点 它是个几点 按着几点 把这个几点连起来 咱们这块给它来一个kin 不是这块 是在这个最上边 咱们叫做start 正把这个pngg 咱们第一节课也讲到 这个pngg是没有这图片的 没有把它图片印上去 是因为咱们保存的时候 这是在xml文件里边去保存的 所以说咱们再给它重新搞一下 咱们把这个删掉 这打开空格 然后回来 在这块去 在图形去保存 然后这个里边就会有图片 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技巧 咱们去 首先去部署这个流程 咱部署流程就是咱们的方法 咱们是用这个做实验吗 直接就用这个 这个classpass这种方式去部署流程 然后咱们在这块 就发起个流程 发起流程咱们就用start bykin就是start 然后发起 这就OK了 它会返回一个流程的instance 定义流程的一个实例 processinstance 然后就OK了 先把这个processinstance去获取到 引用进来 然后咱们还是return到index界面 这是一种发起流程的方式 咱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发起流程 发起流程完了以后 我肯定会 得到个流程实例的ID 就相当于是业务的这个核心ID 咱们让它打印出来 咱们重启一下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发起流程的方式 还有另外几种方式 咱们看一下 bykin里边还会传递几个参数 咱们也接着会给大家讲一下 传递参数有什么意义 咱们先看一下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其实已经讲过了 咱们传递参数的意义也讲过 就在Hello World里边也讲过 就是传递参数是告诉审批人 传递一些审批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请假 我要请几天假 谁去请假 这些信息传递进来 将来流程发起的时候 就会拿到这个请假的信息 咱们看一下主页面 刚才咱们刷新了一下 其实把这个路径给刷新了 又忘了 其实咱们应该回到主页面 class pass部署 把这个流程 最新的流程部署了 报个错 看报什么错 是大点JPPN了 说这个文件找不到 咱们是这个路径 文件名称写错了 然后再发起一遍 好 应该是成功了 然后 部署完了以后 部署完了咱们不妨去用咱们上次课 讲到的查询流程去看一下 到底成功了没有 把个断点去掉 看到了 咱们是他这个已经部署完了 部署好以后 咱们去发起一个流程 发起流程 是他 咱们看这个里边有没有是他这个 好 漏点是他 但是 咱们把它改一下 诶 又补述了一遍 不影响 还是让他服用的味道主页面 提交流程 就是他 是他 没有找到这个是他方法 咱们看一下 这重启一下 看 重启的过程中 咱们再去写一个方法 这是他 二吧 咱们使用另一种方法去部署流程 咱们去给他传递一个参数 这里边有个 叫 test吧 咱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是他方法 行不行 提交 还是没有过来 咱们看一下为什么 这些路件 啊 是GPPM 拓 提交 这次是应该是过来的 看一下 部署流程 报个错 这个错 肯定是 咱们去 咱们这个流程刚才没有部署 也就是数据库 重启的时候 给它清空 看一下 数据库里边是没有流程的 咱们需要重新部署一下 这个每次都会去 清空 这样会当然是不好的 咱们去把它改一个属性 然后让它去补去 下次 不会去清空 咱们就把它改成update 这样的话重启的时候就不会重新键表清空表 这是havenet的一种属性 大家去了解一下 create就是每次重启都会去清除表 然后重新建表 update只是说根据变化去动态的去建立表的结构 没有变的 它就不会去建立 一般第一次都用create 后来都用update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是没有数据的 肯定是 咱们先给它部署一下流程 就发起流程实力了 当然是不行的 咱们先部署一下流程 我说class pass部署流程 流程部署好了以后 咱们再发起流程实力 OK 这流程实力 这流程实力的it就叫start8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流程实力已经发起了 咱们看一下如何确定咱们这流程实力是否发起 就在这个qson这个表里边有这个 它db逐渐id是8 这就是流程实力的一些信息 就会在这里边 然后咱们看一下另外一种发起流程的方式 是在传递一个quean 看这个有什么不同呢 咱们先做一下 然后我告诉大家有什么不同 下面打个断点 提交 断点应该进来了 进来了 进到这块了 咱们看一下 它看到了吗 咱们这个如果没有去传这个test 咱们这个流程实力的id就会是随后边这个点后边这个数就是咱们那个随机的定的定的时候就是一个流程表的组件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比如这块主件是8它的流程是这块就是8如果你要传递了这个kin的话它这个流程实力的组件就会变成这个kin这kin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明了一个一个双的就是这个流程实力的称的称的一个流程实力是一个流程实力的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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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的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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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条流程实例的东西 就将来可以拿到 就是在流程后边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能拿到这个Key 这Key重发到哪 这个Key其实重发到这个数据库 这个看到是这个Key 这个字段里边就拿到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关键字 将来它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咱们去发起一条流程实例 发起一个请假 这个请假业务 在咱们的业务表里边 肯定有个组件 咱们组件把组件传递进来 然后这样就会把JBPM 和咱们业务系统 去整合到一块了 有一个关联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用途 还有一种发起流程实例 就是咱们第一节课 Hello World里边去讲到的 一个发起流程实例 咱们看一下 就这种方式 咱们会给它传递一个Map Map类型的结构 这个Map当然是 可以是Key是String 它的Value可以是任何类型的 这种Map就是 咱们就是第一节课 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可以传递一个 发起一个实例 实例里边的一些任何信息 比如说是咱们请假 请假里边Name Day 还有Reson 都传递进来了 然后这个Get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流程实例 信息拿掉 拿到 这也是咱们发起流程实例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 咱们把这个也复制过来 我就不给大家做了 这个直接复制过来 这个给它命名为三 总的来说 它这个流程实例 咱们把它Key都原始它 发起流程实例的方式 就这三种 一种是直接发起 另一种传递Key 另一种是第三种 传递一个Map 其实Map和Key是 道理上是一样的 Key只是说是 传递一个组件 Map是多个 都在流程实例的 整个生命周期中 都会拿到这些变量 会供一个审批人 或者是更在业务表 建立联系用 这个就是一种 三种发起流程实例的方式 咱们现实生活中 经常用的 其实是第三种 这就是这一种方式 大家记住一下 重点关注一下 然后就可以去 现实生活中 就可以用到了 咱们这节课 主要讲那个 发起流程实例 咱们这节课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